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总部 我的 你这干怎么那么没有礼貌 你刚弄疼我来还没跟我道歉 现在又欺负人家女孩子 你是那天那个 和闫男性一起被关进 金吴卫大佬里的姑娘 我叫童塞尔 我现在是花享荣的伙计 你有何事啊 大人 我们东家他今天没来店里 你们东家又没犯事 也没来我们这儿啊 不是 这 是我好像扩害了我们东家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 我一直都在想 跟我一起飞檐走遍的那个人 好像是我们东家 我记得他的招式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也穿着夜行衣 去那个金吴卫统领的家里 金吴卫的统领 对不起啊 我不是真的故意抛下他的 求求你们救救他 求求你们 哎 大人 那是我的马 你把马骑走了 我怎么去河满呀 我怎么去河满呀 再给我牵匹马 来 终领 江大人到 bottig eastern 你懂得很大 颜南芯 你 你怎么装扮成这样 我扮成这样 他是怎么认得我的 问你话 你问他 上别离你疯了 害死我大嫂还不够 还要害死我大哥是吧 你在说什么 少给我装 我大哥在河门刚出事 你今天早上 就派幸福去了河门 是想看我大哥死没死吧 你对我偏见至此 多说无意 小心 想什么的说话呀 向总部 我想知道伤统领他为什么没有鼻子 他没有鼻子啊 那他那戴面具就是为了遮他的鼻子 五年前 伤别离跟随南季风 在边陲巡防的时候遇敌 不慎被虎 伤别离是五年前才回到京城 此前一直都在军营里 看来伤别离 真不是小哥哥 敌军的蛮族 以当地的习俗 割掉了他的鼻子 以示羞辱 后来 伤别离侥幸逃出了战斧英 重复战场 以依当事 拳脚敌军 立下了赫赫战功 说实话 伤别离在受伤之前 也算是以表堂堂 可是这场变故 却让他性情大变 看来他用面具想遮住的 也不只是鼻子 我觉得 伤统令只是一个 没有鼻子的伤心人 我看这全京城啊 只有你 会这么样去评价的 是吗 这王府的佳肴啊 甚是美味 多谢殿下款待 谢什么呀 喜欢就常来 对了 殿下 这是民女 特意调制的新品 我给她取名叫 相思意 还没有人用过呢 殿下 要不要第一个试试 相思意 好名 且慢 严冬家是游宜 在姓名这么多年 在山道中也未有一笔春秋 殿下不可冒险 你丢 是杜梓 兄长这样不敲门就进来 是否太过无礼 这么早就准备回礼了 兄长何时这么关心我呢 不急 你还有七日才上任 七日之内 说不准还会有什么变化 你威胁我 太子虽已成年 可还有二皇子 三皇子 五皇子 若我向圣上敬言 说你还是愿意 继续为皇家效力 你猜 圣上会不会很高兴呢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 梭罗 你我虽是异母同胞 可若你非要向我击鼓名战 我奉你 但你不要牵扯无辜旁人 原来又是为了那个女人 你承认是你向母亲巧唆 你我不目多年 却从未见你对任何人任何事 向我正面宣战 这个女人 我还好吗 好吗 我再来带你